我国是亚洲地区数一数二的高用水量国家 那当中呢有不少人会动歪脑筋来取得自来水 简单来说就是偷水问题很严重 那尤其发生在人口跟工业稠密的八申谷地区 那根据雪州水工公司的资料显示啊 2019年开年至今 当局已经接到了58宗有关非法用水的投报 其中49宗呢是商业用途的偷水贩 接着有以密梁德耀还有庄文杰 今天下午呢就随执法队前进到吉隆坡四岩墓的一处建筑工地 去揪出非法用水户 我脚底下的这些大水管 每天供应四岩墓地区挨家挨不得自来水使用 然而有不肖业者却在这些自来水抵达家庭里面的水表之前 就半路截停 自己呢引了一个水管 把这些自来水偷偷引进建筑工地 镜头下清楚可见 业者在大水管下方自己凿了一个偷水洞口 然后接上塑料水管把水引进工地 业者动歪脑筋想要免费用水省成本 甚至天真的以为把洞口藏在杂草丛生的角落 还有新版隔离内部就可以偷得神不知鬼不觉 但中旧南逃国家水务局联合雪州水工公司执法队伍的法眼 今天带着大批记者前进工地揭发恶行 的确偷水除了是犯法 更因为半路截停水源的自私自利进而会影响整个社区的用水便利 执法当局说要是经过调查被控偷窃罪程 最高将被罚款十万令吉或是监禁一年或者两者监失 但是 长城的水管从外头接近建筑工地之后 就会在这里进行混凝土的工作 虽然国家水务局是已经拉起封锁线正在进行调查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工作人员他们还是继续使用这些非法得来的自来水 我们等下我们就会把它切断了 所以是没有水的 他们的工作还是工作嘛 不过他们就没有那个水源 我们consider illegal的tapping 我们都会马上切断的 不过我们都会issue那个notice 水资源是全民共享 不应该出现偷窃自利的犯罪行为 水工公司也呼吁全民一起加入检举非法用水的行列 希望能够杜绝犯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